公共理解对民族进步的影响。 一切赞送传规安拉, 用实写的书, 安拉在过来的经常说, 你说我的书, 一日赢我一条人路, 一人教, 重生的伊伯拉姆的尊教, 他不是一无必书的人, 我将军王奴非书, 我安拉对一无奥将军 穆罕默的诗, 安拉的仆人及其诗诗。 对于文明的国家而言, 他们也遵守公共理解作为生活的方式, 这些道德并不是多余的, 也不是处于生活的边缘, 公共理解绝不能与人道 如意的相似与道德无关。 这会符合于尊丁, 这会符合于丁丁公共理解的宗教教会, 这些公共理解规范人与他的书, 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这些理解中的有, 接近伊斯兰教终是清洗身体, 以赴和地方安拉说, 先到达人民啊, 当你们起身, 七礼拜的时候, 你们当西梁和首, 西指鱼, 量量肉, 当摩托, 当西教, 西指鱼, 西指鱼, 如果你们是不接的, 你们就当西柔生, 如果你们海边或旅行, 或从厕所来, 或与妇女交接, 而得不到水, 你们就当去向清洁的地面, 而用一部分, 吐沫两河手, 安拉不与水, 你们凡难, 当他, 当他又是你们清洁, 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 以便你们感谢, 安拉又说, 你应当西滴你的衣服, 牧师说, 如果你们是一间起来, 则他不要把手, 把手伸进其名, 直到西手三遍, 伊斯兰教会把感性与人生的结晶相结合起来, 它是感性的结晶, 作为精心的结晶的条件之一, 如果人民保持清洁身体, 那么他们脱去了一切罪过, 成为全世界的人民安拉的事实说, 当一个穆斯林和牧民做了消息, 他就已经扰入罪了, 因为当他洗凉时, 所有因两眼观看而犯的罪过, 都随洗凉的最后, 以滴水而流去, 当他洗双手时, 所有因双手揉拿而犯的作过, 都随最后一滴水而流去, 当他洗凉教时, 所有因两脚行走而犯的罪过, 都随最后一滴水而流去, 所以他脱去了一切罪过, 成为全世界的人, 伊斯兰教会在忠实个人接近, 也忠实公告接近, 牧师说, 打扫庭院, 庭院包括家庭、 学校、工厂、 轮毯和公园的园子, 也包括道路和广场等等, 都应该保卫并积进他, 公共理解中还有尊重法律法规, 每个社会应该有他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会控制人民的行为, 并保护人民的权利, 让他们履行他的义务, 这样会实现对社会有益的公共利益, 认真观察和思考发达国家和进步的社会的原因, 就会发现他们因遵守并履行法律而实现发达与进步, 这会体现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认真真正的信仰, 牧师说, 你们中只有爱人与爱意的牧民, 其信仰才算完美, 认真所有人民的责任, 牧师说,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牧羊人,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羊群福祉, 人羞是牧羊人要为自己的百姓福祉, 男人是全家的牧羊人, 要对他的家人福祉, 女人是丈夫家人的牧羊人, 要对他家庭福祉, 仆人是如人财羊的牧羊人, 要为所管理的财羊福祉, 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牧羊人, 都要为自己的羊群福祉, 通过遵守法律, 吸气鬼子会传播平安, 在人与人日间传播亲爱日情, 社会中的所有人民, 享受安定, 平安和稳定, 这些公共利益中, 也有忠实公共荣耗, 伊斯兰教民能保持所有会进化行为的, 提升感情的, 按照公共规则而联合人民的心, 同时遵守人民的习惯及其习俗, 教法允许人民没有讨厌的所有事, 同时仅是对他们有伤害的所有事, 按了说, 他们存从事实不是自的限制, 他们在积极所有的套路德和音质内容, 发现关于他的记载, 他们令他们欣赏, 禁止他们作恶, 允许他们吃加美的食物, 进行他们吃我会的食物, 忠实公共若毛需要人们对他的衣服, 因此要具有食用, 并愿意要发经济的瓜粉, 按了说, 阿丹的子孙阿, 一份礼拜, 你们必须全着服饰, 你们应当吃, 应当喝, 但不要过分, 安了修士不喜欢过分日的。 还有, 紫文说, 时间和旅行各种预言, 人如安了所说, 新岛的人们啊, 你们当旅行各种预言, 也应该忠实公共, 荣毛, 在行动, 服装和外观, 格格尔传说, 母神真是一个人让我说, 衣服要放在你热脚上, 母神又说, 你们谁的衣服鞋带短了, 他不要, 传衣服鞋先走。 等到把他修好, 日式为了符合公共容貌, 融试人们的感情, 激发出声音或做人们讨厌的行为, 有人在母神前面, 大哥, 母神就近日他这样做, 大哥就是在吃饱以后, 从尾部通过口腔排出集体, 尽管这不是禁止的, 但违反公共容貌, 人们发出的言行也是这样, 按了说, 儿母和心灵都是要被宣问的, 公共理解中也有, 一善言而全人按了说, 你告诉我的仆人们说, 叫他们说基于最优美的话, 恶魔必定要理解他们, 恶魔就是人类的民地, 母神说美好的语言, 事实时, 其中也人们喜欢而不讨厌的言辞, 欧马尔经过一群点火的人, 他讨厌对他们说, 点火的人们, 恶魔你们, 因此对他们说, 有关的人们恶魔, 恶魔, 有尊重人们的因此, 并要放弃与他们无关的事, 按了说, 你不要, 所以从你所不知道言行, 儿母和心灵都是要被宣问的, 牧师说, 一个穆斯林信仰的完美, 要求他放弃与自己无关的事, 我说了以上, 这些就安了, 然后说和你们, 各位穆斯林, 要入于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公共理解的是, 日吃害羞, 他就是伊斯兰教的高贵德行, 阻止人们做不良好的行为, 我说说, 人们从中限制的教训, 教训中总结出, 如果你不害羞,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三位穆斯林信仰, 其地说, 你少些明天, 好吗? 真消失者来到他俩更前, 牧师说, 别这样教训, 因为西区是处于信仰的一部分, 正如阿弥陀摩斯鲁所说,牧师对神明弟子说,你们年党对按了真正的日子,维护自己的头脑和思想,包括自己的五脏,就是设自己的外事无管。 内日无私,接受仍不屑,长几年死亡和患难。 要入于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公共理解的是,英雄乞丐这个词意为是预备最好的个性、德行帮助人们避免怀出,并避免人们讨厌的言辞。 人们的英雄且该让人表里如意,应该知道阿弥陀摩斯鲁的工作。 但是按了是他变成飞扬的回程,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姊妹。 所以你们的,好像你们在夜间中的做礼拜,但是他们的自私就犯罪。 所以,英雄其该的是,伴助人们认识他们的利益,凭爱人如埃及。 牧师说,穆斯林批此时,弟兄不该互相欺压,也不应把一位穆斯林交给压迫日。 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时,按了是满足气修气,接触穆斯林兄弟的困难时,按了是接触气在复生日的困难。 应该用在复生日,应该去压远,就说,按了最喜欢的人,是对人们最有益的人。 按了最喜欢的行为,是让穆斯林高兴,或解决他的烦恼,或解决他的窄恶,或解决他的窄恶。 我与穆斯林兄弟一道去解决他的困难。 比我,在这个礼拜四礼仅座一个月强,依然要强调一些高贵的理解。 如果任何民族坚持这些理解,那么会实现进步而发的。 如啊,求您引导我们与最美的平行吧。 只有您才能引导最美的平行,求您消除我们的恶行吧。 只有您才能消除恶行,求阿拉保佑埃及其他的人们,他的年轻人和他的军队, 并求阿拉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